日本的文具除了这些脑洞设计 有时候也暗藏暖心小细节 这个小花新建 信封和信纸都是小花的图案 眼线折叠即可完成 想象一下当你的朋友收到这样一封小花来信 打开花朵时会有多温暖 如果你喜欢胶带 不论山河城市几百种款式可以选择 这一卷看似简单的胶带 居然重现了樱花的整个花期 一共有14种不同的樱花花瓣 每次一次都是惊喜 喜欢的树仙一定会提高读树的乐趣 想这样让一群水塔宝宝主情梳理 真的太可爱了 这个小本子 冰冰无奇的外表下 其实也泪有乾坤 采用单边风胶设计 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立马找到新的一页 文具让人喜悦的背后 是一束赋予生活的文情 这样的暖性文具 你觉得怎么样呢 日本人对于商品细节的极致追求 居然连文具都不放过 文具控到日本 一定不要错过各种文具店 最常见的手杖胶带 款式多到想不到还特别精致可爱 瓷地橡皮擦 底部附有磁铁 还有铁粉的橡皮屑可轻松收集 底部轻轻乞丐 橡皮屑自动掉落 钢笔可以根据喜好 笔帽笔身自由搭配 几千种钢笔绝对眼花缭乱 圆珠笔铅签笔种类多样 除了百乐三年斑马 还有更多选择哦 除了有写不断的铅笔 更有不用出心就可书写 完美保护笔心的自动铅笔 可以随意创作的日历本 随便画一笔也能出现好看的颜色 单色新风也能有几十种色彩 满腔的盒纸西洋纸 没有你找不到的颜色 能则曲线的修真带 能销出樱花花瓣的铅笔 能进行单行放大的放大镜 这样的文具设计 你觉得怎么样呢 传说日本的食品 没有图片仅供参考一说 今天我们到便利店 买几样高原汁食物 来看看真假 第一样黄金炖牛肉 25元一包 直接微波加热 天啊 打开来真的有好多大块牛肉 照片上有5块牛肉 里面真的刚好5块 连大小都几乎差不多 三日熬制焖煮 牛肉特别入味 倒在米饭上真的太香了 第二样日式海鲜煎饼 16元一份 取出微波加热7分钟 然后挤上配有的酱料包 撒上海苔粉 以及牧鱼花 和包裹上的图片 几乎一模一样 切开来里面真的有虾仁和章鱼 味道和外面卖的差不多 十分满分可以打8分 最后一样天妇罗方便乌冬 热水注入等待5分钟 打开来真的有一大块天妇罗 仔细听这个酥脆的声音 呼咚也特别有嚼劲 汤汁鲜美和方便面是两种感觉哦 等等吃了太多玩下游戏缓缓 最近在玩嘴要找的游戏 等级越高惊喜越多 还能组队PK 快来跟我一起玩吧 日本食品食物与包装的对比 你觉得怎么样呢 在日本 巧克力居然可以作为告白神器 今天继续聊聊商品包装小细节 巧克力包装背后有这种书写栏 如果用笔在上面写字后 打开来巧克力上也会印有告白话语 买的可洋糖里面附有一点小纸片 吃过的可洋糖不用到处找东西去处理 干净卫生 拉边小心同款布丁 底部有这样的小机关 扣开来底部进入空气 布丁完美滑出 便利店买了鸡块 带着上会有这样一条红线 连线撕开即可方便使用 一点不会弄脏手 相同的还有三明治 轻轻易撕就可打开 简单快捷 手卷寿司和饭团一样 海苔和米饭分开包装 保持海苔始终香脆 新口味酸奶无论怎么摇晃 撕开来仍然不会沾有酸奶 随便您也几乎没有残留 日本包装上的小细节 你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日本阳台的救命装置 日本政府为普及逃生通道 它规定买房送阳台的政策 在很多中高层公寓的阳台上 都有这样的一个正方形装置 这也就是逃生通道 当火在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很轻松地逃到楼下 如果是残障人士 还会特地安装自动逃生厅 阳台采用开放式 相邻两户之间 只隔有薄薄一层塑料板 发生紧急情况 可踢碎这个板 掏到邻居家中 而没有阳台的公共场所 采用了这种逃生袋 作为应急方式 这样的救命小细节 你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日本电车的细节 买票的时候 如果多人乘坐 可以直接根据图示点击购买 地下铁有多种语言支持 实在不会可以点击 求助换键寻求帮助 在目标全部设置了盲文 方便视觉障碍者购票 留意使用者乘坐电车 也会有车站工作人员 协助登车 在需要下车的站台 相同车厢前 一定有另外一名工作人员 正在等候 小车站没有直梯 那也一定会有轮椅升降梯 电车上的拉环 根据乘客身高不同 也专门设置了 不同高度的拉环 爱心皂位前的吊环 有颜色区分 更容易辨识 所有的扶手有上下两节 方便儿童使用 107年前 日本电车首次出现了 铝性专用车厢 电车站里随处都有 鼓励女性勇敢打击吃汗的海报 碰到电车延误的情况 可以在出口领取延误证明书 或者在电车官网开具 上班上学也不怕迟到 最后还有一目了然的地面导航标识 这些日本电车小细节 你觉得怎么样呢